請各位先把那個我剛剛放在雲端上面的這個資料 把它放過 放過來特別注意 第一個先把範圍先選起來 當然多大多小你自己決定 然後跨欄字中 這邊先點這邊 這個叫靠上 因為字如果沒靠上它就變成放在中間 那這個是靠左對齊 這個是垂直 這個是水平 那最後你可以順便做一個 按右鍵儲存格式 讓它自動換行 因為如果沒有自動換 它變沒有辦法折行 那邊一直跑到右邊去 OK然後你再把資料貼過來 這樣子的話 它就變成像這樣 道德經 我是給它個名稱叫道德經2 OK 這邊的話 就這個A2 裡面其實就放道德經的全文 那這個全文跟剛剛的全文 最大不一樣是說 這個是一個表格 因為我們主要是要統計 它每一個章裡面出現的資料 我們可以用康義符去查 那這個地方的話是怎樣 全部把它 不包含那個標準符號 我希望算那個字平 哪個字出現次數最多 所以我貼過來之後的話 另外如果你要算它的總字數的話 我剛剛是用一個很簡單的函數 就L1N就可以了 所以你在這邊插入一個函數 就L1N 然後跟大家問一下 A1裡面有幾個字 得到的字數就算出來了 有5265個字 算完之後的話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那個 字平統計好了 也許多一個工作表 那我要怎麼去做一個字平的統計 那當然第一個就是說 你需要把所有的字 一個一個字拆開到可到非常到 有沒有一直往下 總共有5265個字 你變成要全部拆開來 可是要怎麼全部拆開 像長橫哥840個字 拆開比較快 但是這筆一樣的道理 所以其實公式都一樣 MID有沒有 我們一樣插入函數用MID 然後呢 我們把這個資料指向哪裡 指向 這個我重來一下 這個的話 這個是做好的 比如說我這邊插入函數 那我用那個MID函數 MID是要抓什麼資料 這個 前面這個道德經的這個A1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就是我們文字的地方 那 最下一個是幾個字 一個字 其實一個字一個字切開來 然後呢 哪一個字開始 那我前面講過你可以透過列這個函數 列函數就是Raw 意思就是說呢 Raw小瓜糊 意思說你現在在第幾列 第二列對不對 所以你會抓第二個字 不對我要抓第一個字 那沒關係 你可以把它減1就好 減1的話呢 就是 它現在所在的列是第二列 把它減1從1開始 然後如果下一個第三列減1變第二個字 第三個字 意思類推 所以1 到 5265 那就可以把所有的字給抓出來 按確定 那再來的話記得喔 不過你可能要注意一點 因為等一下會向下填滿 所以A1這個 A1的1的前面 記得加一個錢 如果你向下填滿 如果沒加錢的話 它變A2 那就會抓不到資料了 OK 向下填滿 但問題你要向下填滿 要到 哪裡呢 到5266 那可是要很久對不對 教過一個方法 可能比較偷懶 你可以 選這個A2 Ctrl-Shift向下 它會到底啦 然後這個時候的話 你可以用填滿 填滿的話向下填滿 這樣它就會自動填滿到 那個什麼 最下面的那個地方 但是它 因為我選過頭啦 所以它只會到那個 5266那邊停下來 可是你要找的話 你變成你要自己再往上拉 去找一下 但是太多了 所以我們不管了 反正就已經把它切開就對了 這個地方全部 一下子可以切開 記得喔 如果你要快速 不然你就要慢慢拉 這樣一直往下拉啦 拉到5266 才OK 很花時間 所以我剛剛是選這個嘛 Ctrl-Shift向下 它利用什麼 常用裡面的這個填滿 向下填滿 這一招其實比較快啦 不然的話你可能要慢慢來 我覺得比較花時間 這個 好那填滿之後呢 理論上 它就已經幫我把 所有的資料呢 通通都切開來了 但是理論上因為我們有 5265個字 所以從第二個字 應該是5266 那接下來我可以用 樞紐分析表來統計了 還記得吧 如果你要統計這邊的字數 那主要是透過它 幫你去計算裡面的字數 不重複的字數量多少 所以接下來我們用樞紐分析表 那點下去之後呢 它會抓到這個範圍 不過你會發現它抓到的範圍 是從A多少 A冒號A 那意思是整藍的意思啦 那可是我們其實統計 不需要整藍 因為如果整藍的話 會變成它會加上底下有空白的部分 那就不對了會算到空白 所以怎麼辦呢 請你把這個範圍改一下 跟它講說我要從A1 到A的5266 因為我們這個地方本來5265 多一個那個藍位名稱 所以5266 OK好 所以喔 範圍就是A1 到A的5266 OK好 確定 接下來的話呢 一樣把單字拖拉到列 再把單字拖拉到藍 然後呢 我要算一下哪個字出現最多的話 那其實你可以什麼 利用那個什麼 資料裡面的Z到A 排序 記得優標先放在B4上面 把優標先放這邊 然後按Z到A 它就會幫你重新排序啦 有沒有 好那你可以看到 目前看到的資料第一名是資啦 不過Z是一個什麼連接詞 所以其實這個應該 比較 不能當成是需要的 最後當然你可以什麼 過濾的時候留下前20個 我發現前10個好像太少 留下前20個 好啊 你可以看到前20最多的這些 但是其實有些應該可以拿掉 像以這個應該不太虛 起好像也是一個連接 就是指的是什麼 哪一個代名詞啦 然後額的話 這個圍可以啦 有沒有 那有一些 那怎麼拿掉 其實當然你如果現在要刪除它 在樞紐分析表上面沒辦法刪除 所以如果你要刪除的話 我教歸 你可以把 最後篩選前20個之後 排序完篩選前20個 然後把這個20個 選起來之後Ctrl C 你可以把它貼到隔壁 如果你把它貼到隔壁的話 貼過來的東西 你要刪掉就可以了 像這個 支不要按右鍵 你就可以刪除 然後讓它下方向上移動 這個不要 乙跟旗跟額這個不要 比如說這些我覺得 它比較是不是主要 我們要找的那個 像折這個也不用 什麼什麼折 OK這個應該也不是要的 下方上移 有這個要 因為有跟無是相對的 上下這個可能下方位 我覺得這個應該比較不需要 然後事故這個應該也不用 大小我覺得有幫助了解 然後這個應該是 應該是智慧的字吧 然後散 若語這個應該也不用了 這兩個 假設我留下我想要統計分析的數量的詞 然後並且把上面的欄位名稱改一下 改成叫單字 哪個單字 然後 哪個字也可以 然後這個是數量 把這個 這個如果你貼過來 就可以 重新再去變更它上面的標題 OK有沒有 那這樣的話就等於是我們剛剛 這個持平統計的這個表格 有沒有類似的道理 然後我們一樣 利用這個表格 可以會是一個什麼 插入一個一樣是直條圖 然後把這個數量的圖表給繪製出來 放旁邊就可以了 那你可以看到 其實你會發現 老子道德經 跟長橫歌一樣 長橫歌裡面出現次數最多的 好像第一還是第二吧 也是布 結果為什麼古人這麼喜歡用布 還是說我們找的這幾部經典都是 喜歡用布 所以道家好像都比較是屬於反向 就是比較相對是不是太過激進的 都是叫你先不要停一下 STOP就是煞車用的比較多 油門用比較少 OK然後呢 如家剛好是顛倒 如家可能油門多一點 但是不太踩煞車 OK 所以喔 如果你要年輕的時候 你看如家的東西 你會蠻喜歡的 但如果你到一個年紀的時候 你看道家的東西 對 真的要慢一點 不要太快 OK 所以有時候在 最關鍵的時刻 慢一點 OK 不要急躁 OK 所以它關鍵應該 所以從字裡面可以看得出來 它很多地方就是叫你不要 不什麼的意思 所以STOP一下 OK 再思考一下 再往前 對耶 但是第二個的話 你會看第二個數量是微耶 所以你無微 其實無比較重要 還是微比較重要 應該是微比較 我看到的數量 好像叫你做的比較多 那無比較少一點點 不過也是還蠻多的 所以其實你看到那個 常講道家老子是無微 無微其實不是叫你什麼都不做 而是說叫你做之前先想一下 但是還是要做 重點在微而不是在無 我看到數量上面感覺應該是這樣 所以從那個 另外一個角度看道德經 由量化看道德經 其實又有另外一個體會 因為你說真的 我每次道德經 我可能念的不下10次20次有了 反正每次看都把它全部讀完 那讀完之後呢 好像感覺有點隔靴燒養的感覺 不太知道 到底他講的是什麼 OK 所以有的時候從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思考面向發現 對耶 他其實講的其實就是 那其他有天 天跟人比起來都好像天比較重要 意思是說很多事情不是事在人為 應該有些事情已經註定了 所以天先決定了一切 所以有的時候感覺好像比較迷信 但現在人比較相信人不相信天 OK 所以就叫你是不是有點宗教信仰 再來就有 所以你會發現他不是只有講無 有的字數也非常多 意思說不是叫你什麼事都不要做 還是你要先做一點事情 所以他當然叫你強調是 煞車的重要性 可是不是叫你不要再停在那邊 還是要加點油門吧 OK 但是你要怎麼做 他有所謂的道 你要透過這個一個道的指引 你可以去走對的路 OK 然後其他大啦 字啦 散等等的 就是他的關鍵字 所以我們從量化的角度 可以看出這個道德經裡面比較重要 當然我只是這樣 所以你們將來 在其中報告的時候 我是希望你們可以從 磁屏裡面看到什麼 磁屏裡面看到什麼 我希望可以看到一些比較新鮮的 你不要直接給我 TrackGPT的結果 這樣沒什麼意思 所以今天的話 請各位 也許就是 可以把這個練習過之後 再思考一下 所以這個的話 也許就是 這個叫統計圖表 OK 然後這個的話 也可以這樣 拿過來 所以這個是第一個 字 第二的話 就把它切開來 單一個字 用這個函數 第三個的話 去計算說 到底哪一個最多 那我是利用這邊 插入一個樞紐分析表 記得我要改這個 就是範圍可能A1到5266吧 這個可能記一下 或者你自己去找一下 它最下面是哪一個 按確定之後有沒有 然後呢 再做統計 把它排序一下 把最多的 排在前面 自己到A 另外利用這個地方 篩選前20個 這邊輸入20 然後呢 把20個這邊 貼過來之後 再把它去掉不要的 最後畫出圖表出來 上面這個 也許你可以在自己 把標題稍微改一下吧 那今天的練習 也許就先做這個吧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所以今天的話 等於是 重點 複習上個禮拜的那個 持平統計 然後多增加今天的 那個什麼 道德經的自平統計 所以請各位試著把它做做看 好看喔